声榜女子公开赛 在晴朗的天气下揭开序幕 刚拿下职业生涯手冠的陈琳杰 维持手感及稳定度 抓下五支Berdy 再次与首轮位居领先 今天除了公国营那一关以外 其他我都算满意 因为第二杆上国领率 其实没有那么高今天 但切杆我觉得表现的 比我平常还要好 那推杆在大概两步以内的 其实全部都有推进 完全没有miss任何一颗 与去年使用不同国领 让选手必须重新调整进攻策略 泰国好手苏帕马推杆发挥得宜 不过却也在第18栋尝到苦头 我认为18栋尝到苦头 因为第一次打得很短 我认为第一次打得很短 我认为要得到苦头 在远远上 所以我认为18栋尝到苦头 能领才能持续保持领先